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7月5日 北京各大官媒都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一条新闻 就是习近平出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条新闻看上去是很枯燥无聊 其实背后呢 它的玄机却很大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忽视的重大新闻 这次会议呢 中共的七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 不过从照片上来看 习近平的服装显得非常奇怪 因为这一次会议的时间是7月5日 那正是一个盛夏的时期嘛 所以会场上的人基本上都是穿蹭衣的 唯独习近平穿了一个很厚实的夹克衫 还把这个拉链拉到很高的位置 显然让人感到好像哪不对头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第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习近平的身体不好 他就怕着 所以呢 他要多穿一点衣服来防寒 那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习近平穿的是一个防弹衣 他是怕刺客 但是我们考虑到习近平 你召开的是一个内部会议啊 他并不是那种史外的万人大会 他这个内部会议的安全性 应该很容易得到保障了 如果习近平你在内部会议上 你还要穿一个防弹衣 真是到了一个操控皆兵的地步了嘛 那不管是哪种可能性吧 习近平在这个盛夏的季节 穿这么厚的衣服 总让人感到是哪不太对头 这次习近平参加的会议的名称是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习近平讲话的题目是 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那按照这个中共的宣传语言来说啊 那所谓总结会议啊 他就是要宣告一件什么事情 他是要暂时告一段落 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最后呢来一个总结会议 而说那些什么巩固某某事情的成果啊 那就是说这件事情呢 已经不再继续搞下去了 要这个维持现状不变 所以叫做巩固成果 那么我们看习近平这一次出席的会议 他的名称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他也就是说啊 这一次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他要告一段落要暂停了 那习近平讲话的名称是 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 也同样就是说啊 这一次党和国家这个机构改革就不再搞了 要维持现状停下来了 北京在海外的大外宣多维网也发表一个文章啊 他就说习近平这一次出席这个深化党和国家 这个机构改革的总结会议啊 可以视为啊 是这一轮的这个中共的大规模体制改革啊 已经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那么在2018年2月份 19届三中全会上就确定的 这个所谓的叫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这么一个决议呢 可以说到2017年到2019年 现在7月5日啊 就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其实东北网的文章 他也就是明确的说明 就是在去年2018年2月 中共19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这个所谓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啊 他现在已经是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 以后也就不再搞了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用更清晰的语言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宣布 说是这一次要搞的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暂停 我们不搞了 那不少人啊 对习近平宣布就是暂停 这个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件事情 感到不以为然 其实呢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新闻 他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啊 将产生一个真正重大的影响 那什么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呢 这是呢 习近平在去年 就是2月的这个中共19届三中全会上 确定的两件大事 那当时确定的第一件大事呢 就是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恢复终身制 这条新闻 大家都是记忆犹新 那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当时在这个19届三中全会上 就是中共中央啊 就做出了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那么这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被那个第一件大事 那个修宪恢复终身制 他的新闻给压倒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是相当大 却反而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 我们现在看这两件大事啊 其实都是习近平 他为了当皇帝做的布局 那修宪恢复终身制呢 那是为了扫清习近平当皇帝的 在法律上的障碍 而所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呢 就是为了扫清习近平当皇帝 在这个体制上的障碍 这里说的党和国家机构 如果我们用大白话来说 那就是政治体制嘛 所以说习近平要搞一个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也就是说他要搞一场深刻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 很多人就联想到民主化改革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 他非要往前走 不一定非要往那个民主化的方向改 他也可以往后退 也可以放那个独裁化的方向改 这也是改革嘛 比如说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恢复中生制 这也是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过他就是往后退的一个像独裁化的方向改革 当前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呢 他是按照这个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方针来制定的 他并不合适于那个搞个人独裁的皇帝体制 所以习近平你要当皇帝 就必须对中共这个政治体制进行一个重大的改革 就是这样的才能符合他当皇帝的这个体制 这件事情呢 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那就有讽刺意味的是呢 就是去年二月习近平召开了 等于说为他当皇帝做准备的这个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后呢 这个会议啊 就成为他至今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了 下一次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呢 至今也没有能够召开 按照中共的党章规定 就是中共这张全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嘛 那你说就是这个全会啊 可以一年召开很多次也可以 但是呢 少于一次你就是违法党章了 我们看从去年二月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这个十九届四中全会 现在还没有召开 甚至呢都没有召开的迹象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显然呢 这就是因为习近平他不愿意召开这个十九届四中全会 那为什么呢 显然呢 这还是因为习近平啊 他进入中央的这个年头比较短 虽然他已经把很多他的亲信 就是送进了那个二十五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习近平可以说他基本上可以控制这个中央政治局了 但是说呢 习近平啊 他对那个二百多人组成的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啊 他还是不能控制里面的多数 就是说习近平在二十五个这个中央政治局里面 这个多数人可以说支持习近平的 但是那个二百多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呢 习近平能不能得到一个多数人的支持 这就很难说 所以习近平就对这个召开这个中共中央全会啊 就感到很担心啊 他就害怕会遇到很多反对的声音 就会对他不利 所以习近平他就要把这个四中全会啊 他就要把他压住不召开 迟迟不开这个四中全会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从习近平迟迟不开四中全会 这件事呢 可以反过来推测习近平在党内应该是确实遭到了很大的反对和压力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话题 就是说去年2月19届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就做出了一个新决定 就是要深化党和国家体制改革 他也就是说他要搞一场政治体制改革 可是昨天呢 习近平他又宣布说这一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啊 已经是结束了 我们要开一个总结会议 他是说这次呢 已经说等于说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 就已经到此为止 我们不搞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去年2月的新闻和昨天的新闻 我们联系起来 你就会感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奇妙 很不寻常 因为所谓这个党和国家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啊 你至少要搞没有搞好几年嘛 你不可能一年多就完了就结束了 体制改革不可能这么快的 所以呢 昨天习近平他突然宣布说 去年2月才开始的这个党和国家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 你才一年多就结束了 这个事情当然是非常不正常嘛 那更重要的是啊 就上次你说你决定要开始党和国家这个机构政治体制改革啊 那是中共中央全会做的决定 那么也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三中全会做的决定 那按道理啊 既然是中共中央全会做的决定 你要停止的话 也应该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宣布停止 也就是说啊 这次宣布这个停止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啊 那也应该是在下一次的19届四中全会上做这个决定 可是现在习近平他不等到这个召开四中全会 就提前宣布说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啊就结束了 这就说明啊 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它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束 而是一个非正常的中断 其实去年就是习近平而推出这个党和国家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 它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因为习近平要当皇帝嘛 他除了在这个法律上恢复终身制之外 他还要在体制上做一个相应的配套的东西 如果你不进行一次深刻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那习近平当皇帝啊 他是当不成的 至少你是当上了 那也是坐不稳的 所以习近平就把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啊 和他那个皇帝梦是配套起来搞的 如果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搞成了 那习近平的皇帝梦也就是成真了 他就可以坐稳当皇帝了 相反如果是政治体制改革搞不成的话 那习近平的皇帝梦也就很难实现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次习近平宣布放弃或者停止党和国家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 就等于说习近平宣布他要放弃当皇帝的皇帝梦了 难道说习近平真是他要决定要放弃当皇帝的皇帝梦吗 这一点呢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嘛 而且呢 从这个习近平的性格来看 好像他也不是那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皇帝梦那样的人 所以说呢 这次习近平啊 宣布停止政治体制改革 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习近平他真的是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他不得不就是被迫可以说是停止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他被迫要放弃皇帝梦 他被迫就要回归到过去的那个集体领导体制当中去 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这一次啊 是习近平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一个计谋 他就是为了在今年这个北戴河会议上要过关 所以我们看习近平宣布停止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点 他是在7月5号啊 这个并不是偶然的 应该呢 说他是特地要敢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之前 要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要特别宣布这件事情 那熟悉政治的中国朋友们他都知道呢 在每年这个七八月份呢 就是中共要召开北戴河会议的时间 北戴河会议他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但他事实上比那个正式的会议影响力还要大 因为很多退休的这个政治元老他都要参加北戴河会议 这些退休元老虽然他没有担任任何的职务 但是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他们说话算话的程度啊要大大高于现任的大部分的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和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在去年这个北戴河会议专拍的时候当时那个中美贸易战才刚刚开打不久 局势呢还没有那么糟糕 可是今年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个贸易战的形势啊比去年差了很多 特别是习近平你在对于贸易战的时候叫做毫无章法忽软忽硬忽左忽右嘛 这样一来呢不仅是这个中共那些组合派妥协派他们反对习近平 现在那些主战派强硬派他们也开始反对习近平了 所以习近平在左右两个方面都是非常被动 如果说中共党内的其他人是不敢当面批评习近平的 可是中共元朗就不一样这些元朗他仗着他们那个资历和辈分 他们出现这个当面批评习近平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这次习近平也很担心啊 在这一次北戴河会议上如果遭到元朗们对他当面的批评 就会让他很下不来台吗 不过那些中共元老对习近平的不满了 其实主要还不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问题上 最主要的就是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搞个人崇拜 他就破坏了中共这个集体领导的体制 他要走个人独裁的道路 所以中共元老对习近平的不满更集中啊 是在他搞这个个人独裁搞个人崇拜这些方面 那为了缓和这些元老们对他的批评啊 习近平就玩一个小花样 就是他突然宣布说是要停止政治体制改革了 这样呢习近平就可以对那些元老们说 就是我已经改正错误了 我已经不再做黄帝梦了 我已经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 我要回归到过去的那个集体领导体制 我不搞个人独裁了 所以说习近平这次宣布停止政治体制改革啊 的确你也可以看成是 他是要决心要回归这个集体领导 他不搞个人独裁这么一个迹象 这样一来呢习近平他就可以用这件事情啊 来忽悠那些元老来缓和对他的批评 可以让习近平啊顺利的在北戴河会议上过这一关 那等到习近平过了北戴河会议这一关之后 他马上又把这个停止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抛到脑后去了 他又要重新开始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又要重新做他的皇帝梦 这样的事情呢也是很有可能的嘛 我们看一下习近平的一贯的做工啊 就是他到了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呢 他就要服染认怂一下 等他过了关之后他马上又开始强硬起来 从这次中美贸易战 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习近平的这个性格特点 就是他每当要跟川普总统不得不见面的时候 比如说去年那个阿根廷的G20峰会 今年这个大阪的G20峰会啊 习近平在这个跟这个川普见面之前呢 他都会对这个川普服软认怂一下 因为习近平他也害怕这个川普 如果到时候在会上要做拂袖而去 就会让他的面子很挂不住 让他下不来台 等到习近平和川普见面这一关过去之后呢 习近平就又强硬起来 当时他对川普说的那些软话 做的那些承诺 完全丢的一边又不算数了 他又强硬起来了 所以这次习近平啊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他对这些中共元老门 他也服软认怂一下 他先放出 就是准备要放弃个人独裁了 我没有 我这个皇帝梦也不要了 这样一个好像一个承诺式的东西 可是呢 等到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一关过去之后呢 习近平他又强硬起来 他又把这些承诺都丢到一边 又要重新开始做他的皇帝梦 这个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个习近平这次宣布停止 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说习近平啊 他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他是不得不放弃 就个人独裁这个皇帝梦 那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习近平玩个花样 就是为了在北戴河会议上能够过关 所以呢 他暂时放出一个服软认熟的架势 等到北戴河会议啊 这一关过去之后呢 习近平马上就要恢复原样了 也许啊 这就是习近平玩的一个政治拳术 也就是他的一个拳术之一呢 不过呢 这样的拳术啊 你玩一两次还可以的 你如果你玩多了 必然也被别人给识破了 你就不灵了嘛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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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